哈喽 大家好 我是曾过尹 这一箱风本来是五匹风的 被我压剩了三匹 然后他们造了自然王台 现在我把它分风分走 我现在这里没有位置了 所以我用远距离分风 如果你们这个位置有空间的话 你们可以把这一箱 往这一边挪 如果你把它往这一边挪个二十公分 然后在这个箱子的 原来这个位置的这一边二十公分处 再放一个新箱 这样子采集风回来的时候 它有一些就会进这一个箱子 有一些就会进这一个箱子 这样子就分出来比较均匀 但是我现在不需要这种方法 我直接提匹过新疆 把老王带走 然后搬到别的地方去 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分 大家看这一箱的风量非常的厚 已经多到隔板外面出来了 这个季节的密封比较凶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具 然后准备一点烟 这样他们就没那么凶 好 我们现在来分 先把王找出来 看一下王在哪一皮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蜂王在哪一个皮上面 蜂王在这一个皮上面 这个是一个超级密的框架 那蜂王在这上面 我们就把蜂王放到新箱子里去 然后我们就放了一皮进去 我们再提一点风过去 因为这个风量不够多 我们再提一点风过来 像这个上面趴满了蜜蜂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过来 然后隔板上面有很多蜜蜂 我们把隔板给它换一下 像隔板上面有很多蜜蜂 我们换一下 然后这一箱里面就有几个王台 我们就先不要管它先 然后这个布上面有点蜜蜂 我们把它放下去 因为这上面有蜜蜂 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一箱风的蜂量 还不够多 那怎么办呢 像这样子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提一提起来 这一批上面很多蜂 是吧 放下去 轻轻一抖 把这些蜂抖下去 然后这一批还它 然后这一箱盖上 盖上之后搬开 我这个槽门是关着的 这样子这边就剩下两批蜂 这边也有两批的蜂 为什么我要这样搞呢 因为我是远距离分蜂 这一箱它等下那个采集蜂 它会全部回这一箱的 而这一箱就收不到采集蜂的 这一箱我等下要搬走的 这一箱我等下要搬走的 如果你们是原地分蜂的话 就把这一箱放到这一边 然后在这个原来的位置 二十公分处再放一个箱子 然后把老王提到新箱子 原箱流亡台 好大家好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搬到老房子 这里来了 然后为了防止它回风 我们摘点这个草 地上随便摘点这个草 稍微嫩一点的 这样的叶子比较容易咬 这样的叶子比较容易咬 这样摘这种比较嫩一点的叶子 然后我们把它塞着 把它朝门塞着 然后我们这样把它塞着啊 跑了一只出来 我们不管它 好我们把它放稳了之后 我们不要管它 让它自己慢慢咬开 我这上面是有天窗的 所以不怕闷死啊 这里是有天窗的 然后我们稍等一下 再来把里面那一个王台给割掉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王台 我刚刚忘记割掉了 我们应该在 刚刚就应该把那个王台先掐掉 然后再放进这个箱子里 这样就没那么多屁事了 我现在这个位置 离我家大概七八百米 然后用这个草塞着 让它们慢慢咬开 咬开之后 它们就会重新认草 就不会回草了 现在是处于流蜜漆 特别是你们那边荔枝 或者是龙眼已经开花了 或者是已经大蜜圆 已经很多树开花了啊 你们如果不想它起分风热 那么你们就要 皮稍微多过风 不要说风多于皮 风多于皮的情况下 它们就会造王台 起分风热 起了分风热之后 它就会代工 就是那些工风 它不干活了啊 然后就会等着那个 王台差不多的时候 它们就分风跑 为什么会起分风热呢 就是因为那个工风太多了 特别是那种八字二十日零的 这些补育风它太多了 那个补育能力过剩 然后那些工风 就会想着分风 它们就会去造王台 造了王台之后 就会叫风王去里面产卵 所以如果你们不想要分风 或者不想它起分风热 那么你们在流蜜期 皮一定要比风多 比如你现在四匹风 然后风量不要压得太厚 你再给它加一个皮 你加到五个皮 因为你皮稍微多了 它工风就有四干了 不然的话 那个工风它太咸了 又加上外面有非常好的粉蜜源 那么它就会想着分风 就会起分风热 所以大家在流蜜期的时候 可以适当的 匹列多于风 这样子它就不会那么容易起分风热 现在我们这里就不管它 让它自己咬 我这种叫远距离分风 如果你们是原地分风的话 就直接这样子两个箱子分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的 如果不懂的话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最好就是把新王提到新箱子里去 这样子才能有效的消除它的分风热 那边那一箱呢 我就放在家里 那里面呢有三四个王台 然后这上面有两个王台 这两个王台 我等一下就把它掐掉 刚刚忘记掐了 这里就不要流王台了 你流王台到时候这边要分风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点个赞关注一下转发一下 谢谢